我以前本身是想著可能要自己去到二十七百歲才有一百萬 誰知原來當時二十三四歲已經有第一個一百萬 我最滿意的投資就是Casler 在低位不斷地買入 之後就成就了可以入一個二十倍的升幅 就令我賺到人生的叫做小小的第一桶金 看片之前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我們京一共肥計劃Patreon已經上線了 提示物物送 有錢齊齊賺快點訂閱 在連登財經台韋韋巴打都認識 人稱格Sir的財經KOL格爾幾個月前 透過加拿大救生艇計劃移居了海外 加拿大有一個救生艇計劃 是比大學畢業五年內的年輕人 可以容易過來了 相對來說會比英國更容易 加上加拿大的文化我都挺喜歡 文化是多元共融 亦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 自由的地方 不要以為被人叫格Sir就很老 格爾今年其實都只是二十六歲 成名之前就是一主獨贏 幾年前低位吸納了Tesla 帶來了二十倍的回報 現在千萬身家了 我最滿意的投資就是Tesla 其實 當時我是由一百六十元 在拆股之前的一百六十元就開始買了 當時我是每個月的人工 當扣除了生活必要的開支之後 就全部丟到Tesla那裡 在低位不斷地買入 之後就成就了可以 一個二十倍的升幅 就令我賺到人生的 叫做小小的第一桶金 我以前本身是想著可能要 自己去到二十七百歲才有一百萬 誰知道原來當時二十三四歲已經有第一個一百萬 一百萬之後很快 Tesla繼續升到二百萬三百萬 經一共肥計劃推出 獨家內容 連登財經台紅人格爾 千萬KOL連成法 每天都只需要五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絕密投資貼士 加入本源 立即訂閱 共肥不自肥 賺錢遇到你 2018年的時候 Tesla差一點點就破產 不過隔以深信Tesla CEO Elon Musk 的超強能力 和電池技術 Stronghold到底 到現在Tesla都佔他整個倉三成 信奉巴菲特的價值投資 只不過他同樣相信科技股 沒有一間民營的公司 是可以送到火箭上海空 但是他就是由零開始 自己去請工程師回來自己設計 之後就可以自己 真的有能力發射到火箭 其實到了這一點 已經可以肯定Elon Musk 是一個絕對的商業天才 再加上他的執行力 應該是世界上最強的CEO 我買股票 其實我覺得自己一直在儲股票 我的目標是可能 我想儲夠一千股Tesla 我想儲夠二千股Tesla 而不是我想儲多少錢 所以我會用我的錢 一直去換成我覺得高質素的股票 格爾說自己家本身都不是有錢 畢業之後做過護士 也都駕駛過的士 性格不復書 從來不怕跳出舒適 直言投資改變了他一生 可能我的成長 家的環境不是那麼富裕 我覺得我個人是比較貼地的 會居安私藝 會出來工作之後 就不會好像有些同事和朋友 整份糧都花光 我就不是的 我會努力儲錢 我當時做護士 一個月大約三萬多 之後有做Hard Time 又教一下興趣班 加一加班 一個月大約四萬元的工資 四萬元裡面 我自己其實花五千元而已 接著有15000元是被家用的 另外那二萬元就全部拿來買股票 投資是改變了我一生 曾經在連登開分身出post 希望儘快儲得人氣 結果帳戶被禁 格爾承認那時候這樣做是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去額外做太多周邊的東西 去捕自己的人氣 如果你分析是做得好的話 大家自然是會欣賞 我想我最不喜歡的一些 不知道是誤解還是底位 就是說我想去把握錢 但其實我是從來沒有這個打算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收年輕人的錢 有些人就會說 你哪有這麼好 自己賺夠被人賺 但我覺得 以我一個價值投資者來說 我將我的分析去分享出去 我自己又不會有損失 還有也有機會可以幫到一些 香港現在可能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年輕人 他看完如果買了 真的升了 其實對他們的生活都會有很大改善 格爾現在助勇千萬身家 去到加拿大做護理老本行 他不想定位自己只是財經KOL 而是想為讀者帶來知識 閱讀科學歷史都想涉獵 至於想聽他說財經 那就要留意下一條片 經一共肥計劃推出 獨家內容 連登財經台紅人隔議 千萬KOL連成法 每天都只需要5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絕密投資貼士 加入本源 立即訂閱 共肥不自肥 賺錢預還你 請訂閱我們Patreon和Youtube頻道 請訂閱我們Patreon和Youtube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